前面那个雪山超漂亮 我来我来给你顶着 我给你顶着 我就知道我出选者一定是各种狼狈 你知道吗 我真的好难 所以就是奥 奥不是奥 我快把自己给杀了 你先拍拍空景吧 你让我先给他 我拍拍你 那你给拍拍大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温哥华的 Gross Mountain这个滑雪场 然后这里呢就是滑雪 我们要买票进山和那个 缆车的地方都是在这里 然后今天我们特别幸运车也是停在了 最靠近缆车买票的这个地方 然后今天呢是我第一次来到加拿大的滑雪场 其实我好兴奋好开心 而且今天天气也超级好 特别有阳光而且是那种很晴朗的感觉 所以我好激动 咱们一块上去吧 看我现在已经被那个缆车吸引了 是因为我觉得晚上要坐上那个缆车咯 一天就一天你就买那个lift 还有那个one day的那种lift i-dots第一项 61块钱 4点以后就是48块钱 4点之前就是61块钱 你也可以在这儿玩一起办 都可以办 上面也有 就不离烫了 从这上面还得排队 哦 都得排队 发的 太好了 sorry 看棒个肌子 现在我们已经时间慢慢上山了 这个缆车呢大概是要做 三分钟四分钟的样子 现在已经快要上餐厅 然后能够看到外面的风景 特别漂亮 就是你能站在那个高处 看到温哥华的几乎是全景 因为它这个山峰有一点陡 所以我会感觉 稍微有那么一点耳鸣的 那么一小点感觉 所以这个因为这个山陡 所以可能也是因为它那个雪特别大 会让我们更适合滑雪一点 所以这个场景还特别好 而且山下这种感觉好美哦 就是看到海然后岛 和整个温哥华的感觉 这已经变成了一片冰雪世界了 从山下一片人间感觉 然后上到上面一种仙境的感觉 全是雪好开心啊 下雪啦 大家看我刚刚是这副手套 是不是以为这个也是手套 其实我是刚刚遇到一个好心人 因为他多买了一双厚袜子 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滑雪是需要这种 就是长长的厚厚的这种袜子 然后里面是这种绒的 你最好是这个样子才好的 就是保护你的那个脚腕 包括它还能保暖 所以一定要注意 要戴上这种袜子 因为你就算你会租鞋租那些衣服什么的 但是袜子这个东西最好还是自己戴 是比较卫生 干净一点 这个雪越下越大了 这才是慢慢的我感受到了这种 就是有点像开始有额毛大雪的感觉 但是现在还没有下得特别大 但是已经你刚刚开始的时候要大桌了 我要准备躺了 上吧 这真的是我人生第一次在这么厚的雪上面躺着玩雪 然后我特别想跟人打雪仗对着镜头 人吧 我特别想砸到摄像师 忽然有种冬季练歌的感觉 这个时候要是有一个男主角出现 就在我旁边多好呀 一片一片 拼出你和我的缘分 我的爱因你而生 你的手摸住我的心疼 雪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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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洁白的属于自己的世界 在天空几切和缤纷 眼看春天就要来了 而我也长也长不再 所以我真的理解为什么 就是电视剧里老师会拍一些 以雪景啊出雪为浪漫场景的这种爱情故事 我真的是觉得让你在这里就是人再多 你也能找到一片就是洁白的属于自己的世界 后面我们终于来到了rental house 就是我们可以租滑雪服务和滑雪各种器材的地方 穿上滑雪服它一个是保暖一个是防水 所以好激动 马上开始滑雪了 刚刚我就玩雪玩了 好开心了 现在终于要正入客厅 摄像石一条 我聊天 不想要转 终于进来了 就是这个房间感觉就开始温暖了 刚刚就是我们因为坐了那个雪车 那个铲雪车带着我们像拉雪橇似的 就在那个初级滑道里面转了一圈 然后那个地方已经冻的半死 我们摄像师的手已经僵了 然后现在相对温暖一点 然后我们现在去滑 虽然不是去换那个滑雪的衣服 等着我变装吧 But if it doesn't work I'll get you a stick I just have to write down the Here are some beads You can see You can see that 厚厚的袜子 长长一点 这个滑雪靴 它有好几层 这个扣 然后就是会 会让你调整 松紧 感觉穿着好分重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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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re talking to you guys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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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赞可以的 对有什么衣服的衣服? 对 ja 所以一些衣服的衣服 我将会给你一段航空衣服 这样会会很容易学习 我可以用这些衣服的衣服 如果我会让你这样做的话 我会让你一切身上丝并眼随 好 这个鞋特别重 而且外面是那种硬壳的那种 所以你穿上去第一感觉是不会特别舒适的 但是一定要稍微比你的脚大一点 然后能够塞进厚厚的袜子 然后还能够相对有点空余的空间 你才能够扣得比较好 不然那个鞋子会其实极度不舒服 因为它特别硬 就是这么捏都特别硬 好重啊 一边是鞋一边是重重的滑雪板 但是现在要去看衣服了 开始也是这些东西和滑雪衣服一套都可以一起 但是原来是分开的 就刚刚我们付钱的时候 只付了那个滑雪手脚鞋 还有那个滑雪板 所以现在衣服要重新 另外一定要做 好了 我现在终于全服装了 就是如果是初次滑雪的时候 一定要首先先适应一下你的滑雪服和滑雪靴 然后包括这个板子 因为你所有都是初雪 你不太清楚 再让你要适应一下这个 穿上这个厚重的硬壳的这个滑雪靴 到底是什么感觉 你得先适应一下平地里面走 你才能够控制在雪地里面滑行的感觉 现在雪停了 然后阳光明媚的 因为我们都是初级 所以也不专业 然后什么也没准备 包括那个护目镜 其实如果是大家真的是需要来滑雪的话 一定要是准备的 但是这里护目镜是需要买的 我是想暂时体验一下吧 暂时不用了 我就知道我出现这里是各种浪费一招 我觉得我根本走不动 我根本走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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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no 对 你觉得这个滑雪板本来就是 本来就是滑的 然后我没想到我出现这个车 我根本一步都走不动 你知道吗 同时太大了 团局・失礼 我现在需要一条阿拉斯加 嗯 我第一感觉是我特别想要 好小 小玄 我特别想要一群阿拉斯加 那 construct 我走就好了 来之前其实我是已经跟人请教过 就是他们说如果你下坡的时候 如果你要想停住 其实你只要把像脚像这样交叉的 其实然后身体往前倾 尤其是那个脚掌的地方 用力重力在前脚掌 其实就会相对好一点 我还想把你拉走 对不起 小心啊 都可以站了 前面那个雪山超漂亮 站了 我来我来给你顶着 我给你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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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处在那种控制不了自己的状态 会很兴慌 会有恐惧感 这一点是我刚刚体会到的 就是对于初学者来说 可能你首先你得保证自己的安全 而且你得克服那种 就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滑雪板的那种 不安全感和恐惧感 我现在都不叫练习滑雪 我叫练习用滑雪板走出 嗯 在停电 所以就是 我快把自己给吓了 你先拍拍空景吧 你让我先 我拍拍你 我拍拍你 那你给一块白搭 林涂鞋也是一个初学者 就滑过一次 但是有天分的我 在五分钟之内就掌握了滑雪的结窍 今天好像展现给大家看 有天分钟 大家看在美激 趾四分钟 你应该说 是不够低菜 不是你 这是你 不够低菜 你以后 有天分钟 你会怎么办 对 对 你 我终于滑完了 其实我不叫滑 我真的是初次体验 然后初次体验不太成功 但是也就这样了 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 然后现在看后面 特别特别美 今天阳光出来了 然后这个后面 其实能看到 九段无科华的色 特别漂亮 有机会大家一定 真的要来 一点点滑雪 但是如果你能够 真的爱上 当然挺好的 我觉得真的 不仅也没关系 我觉得真的滑雪 这种感觉 就是让你在 冰天雪地的地方 释放一下自己 这个过程是很美好的 没有人 在这种感觉 对地的色列 都猜游一样 都猜游一样 在这种感觉 对地的色列 都猜游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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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真好